哈喽各位小小伙伴 问界M7呢作为问界品牌旗下的第二款车型呢 是一台很有话题性 并且呢也是很有竞争优势的一款产品 中大型SUV的尺寸在配合大五座的设计 其实切合了很多现在当下消费者的一个用车需求啊 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来看看这台车的一个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 当然主要是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它的一个空间表现 那么外观方便呢 其实这台车你可以看到 虽然没有应用很多夸张的一个设计手法 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呢还是非常的有质感 并且呢还是非常的时尚的 那么前脸呢你可以看到 它呢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LED灯带 并且呢中间的一个品牌logo呢也是可以发光的 那么下方呢配合这个多横服饰的一个进气壳造型 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呢 拉伸了车头的一个视觉宽度 那么来到车员侧面呢 先说一下这台车的尺寸啊 那么整车的长度呢是5020毫米 轴距呢是2820毫米 同时呢再配合它这套21寸的大尺寸的轮圈 让整个车身侧面造型看上去呢 还是非常的魁梧的 当然呢我觉得这台车的预见性呢稍微有效于高啊 所以说呢想购买这台M7的朋友呢 还是可以选装一下它的电动踏板 这样呢对于小朋友或者老人来说呢 上下车会更加的方便 与同时呢这台车呢除了它的最低配车型之外呢 都是标配了电锡门这个配置 我觉得这点确实非常的棒 来到车尾部呢其实也不用多说什么 整个的造型设计呢还是非常的饱满 同样呢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美丽设计 当然呢整个车尾部呢我最想带大家看的就是它的一个行李空间表现啊 那么打开后备箱呢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平整呢 并且呢在这呢有两个储物格啊 那么前方这个储物格呢其实是它随车的一些工具啊 那么后方的储物格呢其实在下方呢能收纳一些物品 并且呢这个储物格呢它盖板呢还是一个气动的一个装置 所以说使用起来呢会更加的省力更加方便 那么空间方面呢其实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啊 其实在第二排座椅没有放到的情况下呢 它的一个行李箱空间表现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当然呢我这也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啊 就是它的一个纵向深度呢可以达到1100毫米啊 那么当第二排座椅放到后呢 它的一个扩展容积呢可以达到1619升 同时可以容纳30个20寸的行李箱啊 所以说整个后壁箱的空间呢是非常的大的 尤其是当第二排座椅放到后啊 能够形成一个几乎纯屏式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买一个床垫呢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床来使用啊 就是户外露营的话呢我觉得会非常的舒适 那么坐进这台问界CMT大五座板车型的车内啊 其实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温馨的 嗯整个车内呢你手能触摸到的地方都采用了软性的材质包裹啊 并且呢还有这种木纹试板来装饰啊 当然整个车内最大的亮点呢 我觉得就是它这块15.6英寸的2K的中控屏啊 这块屏其实搭载了鸿蒙智能做3.0的一个系统啊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功能性 还有包括它的流畅度呢都是没有任何可挑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为它就是一块华为的派的啊 所以说整个的功能性是非常的棒的 并且这次车型换新之后呢 它呢也是升级了一个超级桌面啊 所以说整个体验下来它的一个反应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并且呢还有这个小翼的语音智慧助手啊 你从这往下看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空调出风口呢 是一个自动摆封的一个设置 下面带有两个50瓦的一个无线快充面板 所以说呢这台车的用料也好 还有包括它的配置也好 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挑的地方 空间方面我相信大家是最感兴趣的啊 那么现在呢我已经做到这台问题 CMT大五座版的第二排啊 首先要说这个空间表现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你可以看到腿部空间非常的充裕 头部空间呢同样如此啊 并且它的座带非常的柔软 座带也很长 对于腿部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支撑效果啊 第二排的地台也是一个纯平式的设计 那么除了空间大之外呢舒适性方面呢 这台车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啊 前排后排的座椅呢都支持加热通风 还有按摩三种模式啊 并且呢无论是哪一种呢都可以进行多档的一个调节 那么座椅的靠背呢也是能够支持一个很大角度的一个抚养角 也就是在27度还有37度之间的能够进行一个调节啊 并且你看到第一排的靠背的后面呢还带有两个华为的MacLink的接口 也就是说呢后期呢你可以通过加装了来安装两个这个派的啊 所以说也能为后排成个呢出行呢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娱乐系统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这台问界新M7大五座版车型呢 它呢采用的是一个增程式的一个动力系统啊 并且搭载了一个华为的DRIVE ONE的一个电驱系统啊 其实这台车整个给我一个驾驶感受 就是它并不像其他的一个电动车型一样啊 就是显用速度快 然后出力呢非常的迅猛 这台车呢其实恰恰枪反 它整个的一个提速呢都是循序渐进的把速度提上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标定呢也其实更适合这种日常驾驶啊 简单来说就是整个的加速呢没有任何的突兀感 就是完全能够掌握住它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攀升过程 与此同时呢在驾驶模式上的这台车呢提供了节能舒适运动 还有个性化四种模式 那么车辆模式呢提供了强制纯电 纯电优先智能还有燃油优先四种模式啊 那么我觉得日常驾驶的时候 其实把这两个都调到它的一个推荐的一个模式就可以了 也就是驾驶模式是舒适 然后车辆模式呢是智能 这样呢我觉得对于它的一个续航里程呢 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此外呢在NVH表现方面呢 其实这台车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呢前锋挡还有它的车窗呢都采用的是双层夹胶玻璃啊 可以说这台问键新MP大五座版车型呢 它的空间足够大并且呢也足够智能 与同时呢24.98万元的一个起售价呢 其实能够被大多数的家庭用户所接受啊 并且呢如果是对于支架感兴趣的朋友呢 还可以购买它的一个支架版本啊 配合这个激光雷达呢 整个这个制装驾驶呢会更加的丰富 如果说呢您也想购买一台中大型的ICV 并且呢对于空间和智能呢有很高的需求的话呢 那么我觉得这台问键新MP大五座版车型呢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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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hgeons 美与欢迎娶 我们下期再见